有一只猴子 被耍猴人抓住了 他十分害怕 他以为一切都完了 只能等待的死亡的来临 谁知耍猴人不杀他 给他穿上了红袍 戴上了乌纱帽 叫他抬起前面两个爪子 直立着走路 学着人样 又教这个猴子 坐在椅子上抽汗烟 模仿人的模样与动作 猴子学了几天 全学会了 耍猴人就让他 骑在羊的背上 叫羊拖着他 飞快地奔跑 猴子坐在羊的身上 非常的得意 他又让 他呢坐在车上 然后 让狗 拖着这个小车 狂奔 和猴子坐在车上 非常的得意 觉得自己比羊和狗都高贵 于是他对羊和狗自己的同伴 总是爱理不理地摆出了一幅 唯我独尊的架势 有一天 耍猴人 在城市上 大街上 打螺 招迎许多 看耍猴的小孩 当猴子戴着乌纱帽 穿着红袍子 孩子们都哄笑起来 官老爷来了 官老爷来了 猴子听见 更加的慢奔得意 仿佛 他真的是一个官老爷一样 他拿起鞭子 在自己的伙伴身上 狠狠地抽打着 因为猴子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 和羊和狗一样 都是耍猴人的奴隶 在这个世界上 许多人 何尝不是猴子呢 本来我们有幸同为人 却互相地残杀 有幸同为亲人 却相互地仇恨 有幸同为夫妻 但是相互的猜疑 谩骂 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们的本来面目 是人类具有善良的本性 和纯洁的薄性 但是随着人类的自私 人与人相互相互不信任 怀疑嫉妒活在世上 觉得太孤单 无助 逐渐地在自己的心中 形成了忧郁 变成了恐惧 想平安 就要学会感恩 每一个人一生 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 父母 老师 医生 好朋友 哪怕是你过去的恋人 你都要感恩他 他曾经 伴你走过 一段艰难的人生路 懂感恩才能懂得慈悲啊